3,2,1,2 备受国际瞩目的台湾国际冲浪空开赛 于日前在台东东河乡金尊渔港盛大开跑 今年首次同时举办 WSL世界冲浪联盟QS5000男女短板积分赛 以及国内职业长板冲浪赛 总共超过10个国家 约有200位国内外选手齐聚台东金尊 现场邀请各国冲浪选手挥舞着各国国企入场 并由东河地区部落齐老 以阿美族的传统花圈为各国选手表达欢迎之意 凯文典礼由台东县政府卢协昌秘书长 与WSL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巡回赛经理 泰索拉提共同敲响巨型铜锣 象征台湾国际冲浪公开赛正式展开 台东这块土地一直以来 出许多优秀的体育人才 在国际上发光发热 政府持续的举办全国和全球瞩目的 台东国际冲浪公开赛 这样台东在国际间维持很好的讨论的热度 不仅如此 我们这场赛事里面 有很多是明年2024巴黎奥运参赛的选手 所以这场赛事真的是国际赛事 同时我们也欢迎国内的选手来达台东 提升自己的实力 在此感谢WSL世界冲浪联盟 长年以来对于台东竞争的肯定 更要感谢其他工部门 包含中央各部会 还有民间企业的鼎力支持 共同完成一场精彩的赛事 今年的赛事活动首次突破 以台湾国际冲浪公开赛 与冲浪音乐节的形态热闹呈现 首次推出全新的冲浪音乐品牌 冲浪音乐节 在11月11号以及11月12号周末两天 将接连开唱 以最刺激精彩的赛事 结合最青春的摇滚 11月11日及12日 邀请到东部会男孩 仙之玛丽 发热带乐团等等乐团表演 两天共计十组超强阵容 要让大家一饱饵福 而活动会场也提供 冲浪游乐园的体验活动 除了有冲浪市集之外 更有SUP体验 部落首作DIY体验 欢迎事先预约 11月11日跟11月12日周末两天 重浪音乐节在金尊渝港 欢迎民众参加 一起过个欢乐的热闹周末 以上新闻由正声电台记者 陈旭冠的采访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